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没人知道他是以什么处众创作了这首歌 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首歌会红遍大江南北 他更没有想到这首歌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警方在调查渔民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渔民失踪了 连他的家人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警方在渔民的书房里发现了完全自杀手册的光盘 迷宫画以及一些被害人的个人隐私资料 由此可以判断渔民正是策划自杀案的幕后主谋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全力搜捕现疑人渔民 警方动用一切资源对渔民的身份证件和信用卡 进行了实施跟踪 同时排查渔民可能躲藏的地方 在全国范围拨下天罗地网 只等陷于人露头 凶手已经锁定 接下来就没有丁钱什么事情了 江雨昕要随公司回燕京了 临行之前公司组织在周边游玩两天 江雨昕趁机邀请丁钱参加 经过了这次事件两个人似乎又走近了一线 至少江雨昕是这样觉得的 她本来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希望趁这次游玩的机会 向丁钱表白跟她确立关系 哪怕对她的事业会有影响也在所不惜 问题在于丁钱会不会同意 一直到游玩第二点在爬山的时候 两个人好容易登到山顶 江雨昕看丁钱心情不错 终于鼓起勇气说 丁医生 嗯 我 嗯 我 你怎么了 丁钱莫名其妙地看着 忽然变得结结巴巴的江雨昕 我 我 我 这时候 丁钱的手机不合适一地响了起来 手机铃声还是那首最爱 听起来也太不应景了 丁钱逃出手机接听 也不知道是谁打给她的 她嗡了几声就说 我知道了 谈后问江雨昕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 还是赶紧把这种铃声给换了吧 太难听了 结果江雨昕憋了半天 冒出这样一句话 啊 是吗 我还觉得挺好的呢 没想到 你自己都不喜欢 丁钱看了看 时间 我得马上走了 马上走 嗯 刚刚接到 特案组刘飞的电话 嫌疑人渝鸣找到了 我想去看看 这样啊 江雨昕倍感失望 但又没法阻拦 只能眼睁睁地 目送丁钱离开 却不知道 下一次相见 又是在什么时候 刘飞开车 在半路上接了丁钱 丁钱上了车 就问他 雨昕抓住了 还没有 不过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了 顾荣荣他们已经赶去了他藏身的地方 很快就能落网 我二头一次跟你们一起抓捕嫌疑人呢 丁钱感觉很刺激 我们去火车站 还是机场啊 我直接开车带你去 江州距离这里上千公里呢 你开车带我去 谁说他躲在江州市了 他就在兰京市郊 这么近 这个丁钱倒是没有想到 可能是他知道陈子涵出事的消息吧 跑过来想打听打听情况 这个人很机灵 这样啊 一路无话 刘飞开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轿车已经出了城区 开进一座县城之中 穿过低矮简陋的房舍 开到了一栋比较偏僻的小楼前 前面是一个小型加工厂 后面是山坡 这个地方还真是不容易找 丁钱问 就在这里 刘飞点点头 谨慎地往车外看了一眼 说不定人已经被抓住了 两个人一起下车 刘飞带丁钱走进楼洞 小心翼翼地穿过又黑又脏的楼梯 一直来到楼顶 他指了指 左边的黑色铁门就说 到了就是这里 房门半开着 房间里听不到一丝动静 看起来抓捕行动已经结束了 丁钱走进房间 四处看看 这里比他想象的还要简陋脏乱 家具蒙着厚厚一层灰尘 墙角接着蜘蛛网 感觉上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 在走廊的墙壁上和地面上 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屋斑 好像是颇见上去的染料 由于时间过久 颜色已经完全暗淡 渗透到了表层之下 丁钱 半开玩笑地问柳飞 这不是血吧 柳飞 欲面清冷 六眉微粗 丁钱打开两个卧室 依然没看到郭荣荣他们 不过 其中一间卧室 吸引他的注意了 卧室地面上铺着防水塑料布 地中间堆放着折叠躺椅 给人感觉很是奇怪 他对身后的柳飞说 这个渔民性格还挺古怪的呀 他这是想干什么呀 练鱼家吗 过许吧 柳飞说 你是心理医生 不妨猜猜 丁钱忽然发现在墙角 立着一个崭新的小号硬壳拉杆箱 这是渔民的心理箱吧 郭荣荣怎么不带走啊 丁钱说着走过去 好奇地打开心理箱 他一下愣住了 心理箱里并没有装任何衣物 却有几卷皮带 皮带下面放着一个小金属箱 打开箱盖 里面整整齐齐排列各种刀具 还有锯子和钳子 他又在心理箱夹层里 发现一叠叠方板准的衣服 丁钱看着有点眼熟 把衣服拿出来展开一看 更加吃惊 刘飞问他 怎么了 这衣服怎么看着像你们法衣 平时穿的法衣袍啊 是吗 刘飞的声音异常冷淡 似乎透着一股寒意 丁钱下意识回头看他 可是刚一转头 柳飞就已经把针管插在他的脖梗上 丁钱惊讶地望着柳飞 那冰雕玉琢的绝色美貌 在眼中慢慢融化 模糊 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 丁钱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还在那个房间里 正躺在地中央的躺椅上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